Hello,大家好,我是Lio 很久不見了 來到這個Home Depot的Garden Center 看到這麼多林朗滿木的泥土 究竟我們什麼時候需要哪一種泥土呢 究竟應該買哪一種泥土才對植物最好呢 我們今天就一一拆解 這個Potting mix 通常不是泥 因為一開始就說是mixture 它是triple mix 它有三種不同的成分 它的用途就是可以令到泥更加疏水 和更加容易被植物生根 譬如你在後院掘泥 你會掘到一些黏土 就非常之難令到食物生根 因為相對地很硬 這些Potting mix 它的特質就是輕 同時有裡面的窒息很疏水 令到它不會浸難根 因為Clay 相對地都非常之吵水 因為它密度很高 這隻好的好處就是 它已經加了Fertilizer 裡面 即是有三個NPK 就是NPK 下一集再告訴大家 這東西代表什麼 NPK 已經有很多營養在裡面 所以一般來說 Potting mix 其實是用來種花 種菜 種什麼都適用的芥質 而這隻Black Earth 黑泥或黑桃 我剛剛自己翻譯的 通常它裡面沒有剛才的Potting mix 或Triple mix的成分 它最主要就是令到你可以提高 你要種的位置的高度 譬如一些Planter Flower bed 你令到它長得高一點 通常是用來做底的 上面就再放一些漂亮一點的泥 或者Manua 下面就用這些來打底 所以它不用太貴之餘 亦都可以給它一個medium 一個芥質去種植 這隻Black Earth相對地便宜 這裏是賣2.98 其他剛才那隻Potting mix 是多少錢 好像都七、八個多 所以這隻是用來打底的好兄弟 來到這個項目 我們去到不同屎的環節 我們有雞屎、羊屎和牛屎 即是我們俗稱的牛屎泥、羊屎泥和雞屎泥 究竟這些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以及什麼時候用的呢 其實羊屎泥和牛屎泥 相對它們的營養都沒有那麼高 但作為一些補充劑 或者補充泥土的高度 是非常有用的 因為它們這麼大包 現在只是賣3個多 因為通常我們種植物、種菜 收成的時候 我們會收割一些泥土 這些用來補充泥土的容量之餘 亦都可以提供很多營養 提供一定的營養 不太多 你看到這裡是0.6、0.4和0.4 都不是很多 但都可以提供到一定的營養給它們 相比起雞屎泥 它們是5、4、3 在NPK的比例 一大包這樣 9kg 其實就貴很多 這個已經賣16元了 為何這麼貴呢 因為它們是很集中的 所以需要的份量都不需要太多 相比那兩隻 這些就會放在你需要的植物的面 然後就會慢慢 你要淋水 它就會慢慢流出 牛屎泥、羊屎泥 可以混合你本身的泥土 這樣就可以一起用 那雞屎泥就完全是做了生產 它們本身用的用途不同 所以你要選擇的東西都有點不同 還有另外一樣 就是這一隻 enriched long soil 其實它 當我們鋪草皮的時候 我們用的其實是top soil 相信這一隻也是top soil top soil的特別之處就是 它裡面就是什麼都沒有 就是它只是在地面表層那些泥 就叫top soil 它通常我們鋪草皮 主要就是用top soil 因為它裡面什麼都沒有 就不會影響到草皮的生長 那這一隻它本身也都加了少許生產 我相信我自己沒有用過 但我相信 有生產都會幫助到草皮的生長 那我們預備種草皮的時候 通常要top soil大概就一吋左右 預備一至兩吋左右 那就對新種的草皮就最好了 不算下面 其實不算下面 本身如果你是crab peat soil 下面最好就多一些漂亮的泥 如果你全部都是clay 最好就掘多一點出來 不然它們就會難些生根生下去 就相對地會積水那些問題就會出現 說了這麼多樣泥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到 但是其實呢 那麼多種泥土 那麼多種不同的品牌 不同的成分 都是給一種芥質去植 給植物去生長 所以萬變不離其中 最需要的就是有一些泥 給你植物生長就夠了 如果有什麼不明白 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喜歡這條影片 就訂閱我 讚好 給所有人看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